美国海岸警卫队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于2022年6月25日至6月27日期间 在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区 拦截在有海地及古巴移民的超载船只 并于6月29日将98名海地移民 及46名古巴移民遣返 据报道 本次行动由海岸警卫队 与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共同行动 所有移民都会得到食物 水 住所和基本的医疗护理 根据数据统计 自2020年10月1日以来 海岸警卫队工作人员 共拦截了6114名海地移民 以及3016名古巴移民 海岸警卫队第七区的特维斯·波罗斯中卫表示 我们敦促人们不要乘坐不适合航行的船只出海 乘坐不适合航行的船只在海上航行极其危险 可能导致生命损失 请订阅